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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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为什么您一上场姐姐眼眶也红了 您这好像也有一点儿 没不容易 没有病人那么长时间一直就他熟着 一天也没离开过 哪一年生病的啊 先生 04年 整半年没的 大夫说只能活三月 是什么病啊 肺癌 上医院去查的时候 还上台阶 还两三个台阶 两三个台阶跑呢 一查出来以后 大夫说他不能那什么呢 说不让他治了 家里能安忍心呢 后来还是就逐院治疗 从来没让他住过大病房 老是住单间的 你最不敢告诉他 其实他也不清楚 他也不说 我也不说 就这样 那时候正排一个电视剧邓小平 他在里头演那张春桥 你说排那张春桥的时候 天天抽烟 可能他平常抽烟也凶 反正查出来以后就晚期了 我找散好的就是因为他们感情好 您是散好的吗 我不是散好的 我是利益的 利益的我不找利益的 其实这个选择栏目吧 刚成立的 刚有 刚组建的时候我就来过 都是当观众 但是一点是想话都没有 我就觉得要找了 特别对不起 对不起他 因为他对我们俩太好 他对我也特别好 一个人之后 生活都怎么大发的呀 出去玩玩 在家做做饭买买菜 我也不会跳舞 因为家里都是老八板 不跳舞好 跳舞太乱 您是从什么时候觉得该走出来了 找一个伴侣 我有过一段感情 有两年吧 实在不成就分手了 什么时候有的 10年吧 同事给介绍的 因为这个人的性格他比较内向 比如说在一起聊天 谈论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就不说话了 所以他心里怎么想的任何人都不知道 就连他们家里人都说 说我们跟他长这么好几十年了 他心里怎么想的都不知道 所以在一起生活一开始吧 就是说比较过日子吧 就是一开始他不敢让我上他妈去 他怕老人毗零哈喇子的 好几十岁 就八九十了 怕我嫌弃 我说我特别喜欢老人 到现在我也喜欢老人 因为有一个老人就多一个疼你的人 我就是这么想 结果他妈对我特别好 后来呢在那那什么 那时候不嫌 他多么抠什么的 后来他妹妹有一间房 让我们上那住去了 他就每天吧 就几分他都记上 记账 特别细 特别细的都让人接受不了了 反正这年代恐怕少 我不记账 累累死了 那比高比水钱就浪费多了 就没用 就每天接水过日子 低的水 水龙头漏水 不是漏水 滴的水过日子 洗衣服 你想洗衣服 他就先不让你洗呢 等过几天 人不错不坏 过日的人绝对是过日的人 就是滴的水 积满了一盆再去洗衣服 你得拿大家伙接 接完了够洗衣服的 让你洗 然后呢 就接手都不使卫生纸 是月份牌或者报纸搓搓 我实在接受不了了 谁都劝过让我走 确实有的是楼群里也有的人 就占点便宜吧 就是占小便宜 这么过日子 我觉得人活得太累了 那记账会有对不上账的时候吗 有啊 要有个几十块钱对不上账 我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他就跟您叨叨 说这事啊 他不叨叨少了 你变腻不变腻 哪去了 他几十块钱都会 就会记下来 少了会跟您说 他肯定的 说每一个月一结账 让我算 我说我可不会算账 不过那么多年日子 没有这样 就是一共收入多少钱 比如说两千块钱 然后花了多少钱 得兑上账去吧 基本上兑上吧 嗯 像那我就我那么想 十几块 要几分就算了 他连分都不计 哦 那要差个二十三十块钱 怎么办 差二十三十块钱 慢慢想想想想 有时候能想就想不起来 也就算了 那不算了怎么办 那他会因为就是跟您 不不那倒不吵 可是不吵我自己也别扭 这不是胡说罪呢 我走的时候 我说车送给我吧 那你得给我加油 你得给我出油钱 分手的时候 我说那 我雇一个搬家公司 给我拉走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来抱歉 一号先生画筒 您过日子仔细吗 我一般 您会记账吗 我我我我没时间 那如果您要碰到 因为记账的伴侣 您能接受吗 记不记 无所谓吧 无所谓 那要记完账对不上 怎么办呀 人家人家把这账本 往您眼前一放 说少了三十 那就麻烦了 就麻烦了哈 这三十块钱 哎呦 您说话还挺幽默的呀 我我平常就这样 二号先生 主任您好 您好 将来过日子啊 家里边谁管账 还是女人管账吗 我的习惯就是全给 好 别在下面说好呢 其实啊 在年龄段的人啊 不会过日子的 还是少数 嗯 都会过 关键是看戏到什么程度 哎 其实都不胡买 所以这个中老年朋友 再婚 我觉得需要考虑的 磨合的地方 真的很多 是挺重要的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下 一号先生啊 看看她的生活观念 是怎样的 好吗 来 掌声有请一号来嘉宾 您好 先生啊 马老师 王老师 宋老师 握个手啊 哎呦 哎 你好 您是想跟这个三姐握个手 是吗 三姐 我刚才没有自己玩啊 我刚才都没自己玩了 来来 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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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女士和一号男士在地摊上看见了一条20元的女裤 但之前在商场里已经看见了一条质量不同但款式相同的女裤卖200元 那么女士和男士会选择买哪条裤子呢 来 卖衣服的快去吧 我现在就卖一点 这是我们地摊的还是这个厂场的 你这个水平肯定是地摊的 我这是商场的 那我先到地摊的了 大哥 你好 地摊的范啊 这瞧一瞧 看一看啊 咱这 这是摇串的事 咱看一看 快一 快一 这就瞧一瞧看看 大哥大姐 您看我这裤子了吗 巨好 跟商场那质量一模一样 商场贵力裤子 咱们来的200起 我这就20块钱 您看质量绝对没问题 来一条 来一条 大哥 给大姐吧 要东西全一样 那当然是便宜的好 要是质量好 您看您说的 我这肯定行啊 对不对 不行我能出这道摆摊吗 那早就收了 摆给老店 您来一条 还是得看看吧 那听她说 也不能完全就是那样 商场说购量版 大姐刚才说 不行也太贵 您买我这把20 多好一样 20是能穿吧 能穿当然都能穿了 那就是质量不一样 当然一样了 多好 你看这衬的 它不破吗这都 是不是 质量不一样了 你那好逼劲啊 还幸好 怎么样大哥 20是吧 20 马上满了吧 你刚才看了吗 这都一样吗 我都没气馨 这就平台一出啊 我也这么着 我在这我也没捣乱 跟你说好了 我这20块钱质量真不错 您要我商量好了 告诉我 行吧 好 我再价值 您好好商量 商量吧 怎么办呀 坐下慢慢商量 你看她使用价值了 200块钱 肯定穿的时间长 确实 那20块钱的 每两天开线了 要这么买 所以我也不知道 怎么买 不知道 我这更不知道 王先生 注意三姐的表情 和眼神 考验你 不知道 考验我 反正一分 一分价钱 一分货 那200块钱 那肯定跟那不一样 200的能多穿些日子 您还是希望 这200块钱的 其实价格钱一样 20块钱 那穿一礼拜坏了 不是先生 您就带了30块钱 怎么办呀 三 我就带30块钱 甭买了 这这这 是吧 不然 人家就想买200 你就带了30块钱 怎么办呀 就明天再来 行 你们这挺愉快的 这女的绝对看不上了 这个男的 有点差距不一样 不在一个 档子里面的人 您分析一下 这一段 您觉得他是一个 细致的人吗 他好像对这方法 不关心 我还细的点 特别细 出的点 特别重 他比较不重视 这些事 那您觉得 不重视这些事 是好还是不好 不管也好 也好 你自己做主 就怕你买东西 都不让你买 更麻烦 接着什么方面 会比较细 上班的时候 工作 干活细致 那家里边有些活 比如让您洗个衣服 做个饭 做饭 我反正一人饿不死 洗衣服自己会洗吗 这么多年都自己洗 吃好几年了 我是越简单越好 领子这样吧 就搓一个领子完了 那三层领子都得搓 这不省事吧 什么意思 这个小班领 是里面的衣服 领子这么搁着 就洗一个领子 搓一个领子就完了 我终于明白了 或者你反正 这小黑领颠扁出来 是为了不洗外边 这浅色的领子 这搁洗衣服里 一转就完了 你要不太想想 大十岁了 得刺好 真的什么意思 还是想要人多照顾他 我跟你讲 一号女士 这先生虽然说话挺逗的 但他老说不到点上 他上场之前 编导特地跟我沟通了 他说这先生在场下表达了 说这挺欣赏一号女士的 或者可以说挺喜欢您的 这一上场吧 东绕西绕 就绕五绕走了呢 他这外表是特别好 内心呢 内心不知道我 聊中门前还不知道啊 他这不跳舞什么的挺好的 您就看上了是吗 女士马上要下场了 下场之前您赶紧说两句 要不然没机会了 我今天下方先给你试试 你接不接都行 先生 还有二号女士呢 对了 好 非常感谢一号女士 来到我们场上精彩的展示 也谢谢三姐啊 先下去休息一下 好吗 谢谢您啊 这边走 我在办公室前期采访您的时候 您不是说不介意 比您小的男士吗 太多了 要算生日算五岁呢 我觉得他要小了的话 我怕他不知道疼人 也不知道让着 想他如果说过 他给您相关的话 您会好为什么 我想 我特别想跟我亲友团商量商量 想他就最终选择之前 跟亲友团商量一下 好吧 谢谢有没有人说过您 就是说话挺逗的 有 多了 多了 但有没有人说您有时候说的 不是特别在点上 就是老是偏的 你觉得您自己有点偏 对对对 你看刚才一号女士下场 本来想让您说说对人的好感 我一提示您有二号女嘉宾 您说对了 意思是就先别说一号女士的好了 先生择偶是很硬性的 只要是大个几岁 然后什么北京人 最好是女儿 什么什么的 条件只要具备什么都行 但这样的这个择偶的条件要求 是最好的方法吗 肯定不是啊 我老觉得这个再婚家庭啊 一定要找到爱情 没有爱情就甭结婚 对 白头到老就是一块不定谁送谁呢 对是吧 这没有爱情到时候就不送了 送啊送啊 所以你得先找到爱情 您不能说大五岁 我一算计哎呦 我这这行 大五岁到时候我这跟她活得差不多 您老这么想不行 是不是 您得找到爱情 这些女人我觉得特别好 那好的感觉呀 怎么那么舒服呀 您得这么想 我觉得感觉 现实越大感觉越好 我这人呢一点不爱 没得到过 我妈妈提特别宝 您之前的那个是多大 您之前那个前妻多大 前妻比我小一岁 我跟介绍人说了 我说这找一个比我大的 这有人说这这就是最大的了 没有再大的了 还比你小一岁 对 这个小母 那这个媳妇就得 有当妈 就得照顾她 就得多照顾她 她肯定这么小 如果小于六十岁 但是让您感觉很成熟 脾气很温和的 您愿意接受吗 比我小的 比我小的 我不考虑 我就还继续单身吧 好来帮我推下 一号女士的话筒 二号女士 请问一下您的年龄 46 考虑吗 我不考虑 那您就休息休息 来 掌修有请 二号女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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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拿的怎么样 这是那个什么 就那个 万明孝星的那个 二号女嘉宾 姚世宇 46岁 北京人 黎毅 接到工作 曾在2011年 被评为北京市万明孝星 这个是2011年 颁发的这个孝顺 对 那肯定是因为 您有很多 这个做了很多孝顺的事情 对 2011年得罪 是我妈当时还在呢 后来我妈是 2012年去试的 当时照顾母 是 其实我不想太说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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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恰恰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磨合期 特别需要彼此能够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 开始了解对方 那么如果这时候两个人的生活状态不一样 我觉得矛盾也容易产生 所以我特别希望您能够找一个 跟您年龄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尤其是您漫长的单身生活 其实您都忘了什么叫婚姻生活 可以这么说吧 肯定是有的 可能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是不成熟的 对 可能更理想化的 所以您要学习的路还长着呢 好 那也感谢苏先生上场来配合我们这个环节 谢谢您下去休息一下好吗 好 谢谢苏先生 好 来 帮我订下二号先生的话头 您希望找的办理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 您更重视的是说这个交流 还是说大伙过日子 交流 那这个交流您觉得会不会因为年龄而产生交流上的一些 比如说障碍或者是代沟 也存在一部分 但是不是绝对的 主要还是看两个人是否能够有共同的话题 对 对生活的看法 女士您刚才说了是比自己大五到十岁这样的年龄范围内 其实有时候就像我们几位老师所说的 真正需要去了解的不仅仅是年龄 而是彼此是否合适 您希望找出什么样类型 对 内心的感受特别重要 有点文化素质 有点文化素质这样好沟通 而且过起日子了不是那么特呆板 特那什么特枯燥 那像您这十几年都在家里照顾父母 基本都是 那以后的生活您想过怎么安排吗 我爱唱歌爱跳舞 现在就是每天晚上有时候 现在我爸住院了这几天不是 就平常的状态下 上完班也往晚上伺候我爸 就这些什么洗洗洗洗洗都弄完了 然后我就去公园跳舞 也唱歌 好 您也说了爱唱歌 今天给我们唱一首吧 好不好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家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有方向 唱得好 唱歌的水平好 你也不喜欢唱歌吗 一般 你不能唱 你都不能唱 我喜欢听经历 来 帮我推出二号先生话筒 二号先生 您都到了 唱得怎么样啊 觉着 挺好 音挺准 音挺准 那就赶紧上场吧 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哇 真精神啊 您好 白色女士我的手 这是南方人吗 因为人感觉是像男人双眼 我刚一出来 我感觉上 长得比较秀气 先生刚才说着唱挺好 音准不错 对 您平常会唱歌吗 现在不唱 看来曾经唱过 曾经还可以吧 为什么现在不唱了呢 还是工作的事吧 比较忙 没时间 没时间了 周末啊 或者是节假日啊 去唱着歌 现在没有什么节假日了 实际上 没有节假日啊 我这基本就是 自己的企业吧 真的是就是一年365天 都要工作吗 基本差不多吧 过年也要工作呀 过年就两三天了 还得值班呢 哇 那真够忙的 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 就女士笑了 挺不错的 这先生 就这么忙还挺不错的呀 挺有事 您不担心 如果和这样的先生 成为伴侣的话 那他可能没有时间去谈恋呀 或者是什么出去旅行啊 有可能 你会担心吗 多少有点 我还是愿意找一篇种鱼 保护点我 呵护点我的 就是重视家庭生活 对对对 就是他 有缺爱 这么多年一直就是 照顾病人 照顾病人 也没有爱人 但我觉得先生 可能也是因为 没有家庭生活 所以这么忙 您家如果成家了 还会这么忙吗 那就看单位的情况了 我搞服装呢 服装和服装都不太一样 因为中低党和高党 制作这块 就不一样了 要高级制作的话 那你就得现在的工人的素质 和过去的素质 就不太一样 你得盯着 我都会提起说 如果有了伴侣的话 还会这么忙 可以考虑 只是可以考虑 只是可以考虑 如果工作不允许您去放假 或者是去旅行度假 那怎么办呢 那就看自己的能力了 怎么去安排的 那您更希望找一个 什么样的伴侣 能够就是说 接受您这么忙 理解您 还是陪您一起工作 不是去工作 而是要理解 我觉得正常 如果我爱人要在的话 肯定还工作 我觉得挺好的 男人这时候 有点失业心 就起码比那个 在家里面待着要强 先生现在还处于这个 真的是事业 很努力的过程当中 您猜一下先生 多大年龄呢 五十几 五十几呢 四五 王毅老师 您看看呢 我觉得这位女士 说的比较准 我们四五岁 状态 马老师 跟您是不是同龄了 反正比我大不了多少吧 就跟您一样 还很亲 五十左右 五十左右 我觉得可以跟我爸 差不多大了 你爸有多大呀 五十六七 五十六七 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啊 二好男嘉宾 张良摩 六十一岁 北京人 黎毅 自行服装厂 燕郊有独立住房 六十一岁了 数码的 这个年龄和您差距 也有很大的距离啊 那像先生这种精神状态啊 和这种生活的状态 您觉得这个年龄是问题吗 那就不是 不是问题 可以接受 大家能想着一块去 就没有问题年龄 我觉得人家这男的 我就喜欢 工作不在乎 这样吧 把您这个工作 和咱今天的这个主题 好看 结合一下 结合一下 您说这位女士吧 她的服装啊 搭配啊 您给我们讲讲 也让女士了解一下 这个女士呢 体型这块骨骼比较大 因为像今天女同志穿着红颜色 是吧 粉红的东西 那么说她把气质脱出来了 嗯 那现在都有休闲性的东西 一看您现在这连衣裙 嗯 它属于休闲性的东西 嗯 那么说在规格上 质量上 在合适不合适 嗯 都是次要的 对 只要把款式样子传出来 嗯 气质穿出来就可以了 你主持人就不太一样了 嗯 主持人他这个形体上 是 做工 嗯 对 他的合体不合体 对对对 都是一款 嗯 这先生分析还挺深入浅出的哈 您是主要做女装还是男装 女装 来 您是要什么想问先生的吗 没有 没有了 先生呢 没有 没有了 那祝福一下我们女士家长休息 好吗 好嘞 再见 好 真是这二号男是怎么样 嗯 还可以 人挺优秀 他是视野型的男的 嗯 但是他也嫌你小 嗯 对 但是他视野型男的 这一点来说 我不是特别的 上进是好事 但是就觉得 我 club的女士雅 这是什么 你是什么 你 你 对 嗯 我 对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挺不喜欢这服装性的东西 您希望也找一个还有一定事业心的或者愿意和你一起拼搏奋斗的女士 也不是完全是这样 但是能够理解我支持我就行 我觉得她对家肯定也不是说特别那什么的 倒不见得了 对 这个倒不一定 您的上一段婚姻和您刚才所提到这些您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 这种偏差有关系吗 偏差大 我在婚姻上是个弱者 不会搞对象可以说 哪一年结婚的呀 三十吧 你们再起就婚姻维持了多长时间 十多年吧 那您也离婚了十几年 穿什么都发穿错了 没压力 没压力 我觉得这个衣服看自己喜好 对 看自己喜好 但我觉得您一上场就没怎么拍看先生 是吧 其实偷偷地看了好几眼 这对长的女人可能有点看法呢 来这样啊 我们现在首先要进入的环节是同场游戏 两位我们一起配合来做个游戏 相互了解一下对方 游戏名称 你我的红歌 现场大屏幕上将依次打出五首红歌的名称 女士看到歌名 将歌曲演唱出来 让男士猜歌名 请看大屏幕 这怎么唱啊 没关系啊 您要不会唱可以求助场下 女士不用看着他唱 先生听出来了吗 我的祖国 记不住词 那就我的祖国 哎呀 非常好啊 来 站一下 夜半三更有 这是山闪红星里的邓一华唱的 什么歌呢 闪闪的红星 不是吧 不对 女士继续唱一下那个副歌部分 山顶有 是这么唱吗这首歌 一山红 哎呀 非常好啊 来 下一个 唱着上歌给党听 我爸当了你母亲 母亲 这是唱着上歌给党听 非常好 这个女的还真的是能唱不少啊 阴压细胞不少啊 这太容易了啊 第一句就把字忘了 是吧 非常准确 来 还有没有下一首 这不不不能那什么 都不许走后门 别提醒啊 这也是一句就能唱出来是吧 但他就想不起来掉 来 董菜会主要唱 下有会唱的吗 这位大姐您会吗 我们走在大陆上 你还是唱完 一句就行了 一句就行了 您干嘛提醒他呀 这不是你让我唱的吗 有好几个大姐都 对吧 我会唱的 还有一句就行了 我看我们就是 在女儿 你会唱的 你又要唱的 我响 所以说 可以不懂 我唱响 好 我相信 我小个人 我看她 拉你 我看我 在女儿 她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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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看见一件十分心仪的衣服 但是懂行的男士一眼就看出衣服的做工和质量一般 但是女士坚持相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这可能是女士与女士专家十二号合适 就是一号 你喜欢吗 我特别想买 想买 想买咱就买了 甭管多少钱 我就觉得这先生好像不是没有内心特温柔的 总有这种感觉 不知道对不对 女士怎么乐成这样啊 刚才在这轮互动当中 女士您感觉到了什么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客观民主呢 就是无论是只要谁说的对就听谁的 那您觉得先生这个状态您欣赏吗 如果过日的话这样的状态您觉得满意吗 合适吗 对 这个环境应该没问题 还是满意的 先生您呢 非常的 黄云老师 您觉得两位合适吗 先生说非常的好 我觉得非常合适 为什么 我觉得最开始 那个一上来 我觉得这位先生眼前一亮 同时他之所以呢 评价一下这女士这件衣服 他可能特别希望它更好 我觉得这 所以要是一般的就会说 还行吧 挺好 挺好 好 就敷衍 但是他是更多的评价中一定有内涵 从女士上场主持人发现的那一笑 而且笑出声 我们大致就会推测 常说的第一印象 感觉就很好 那么一个人的形象固然很重要 关键是当那小片一播出 您发现女士的内涵了 那个内涵又望上加了五分 如果不是那样 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那锦上添花了 那还说啥呀 直接走吧 请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去便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真的啊 这是您本身的想法可以接受 碰到先生之后呢 这个观点会改变吗 不会 不会 先生刚才说他有点心动了 您呢 不好意思嘛 还行吧 还行吧 您二位其实挺有夫妻相的 有吗 有 来来 你两位走在一起 将来咱们进一会儿可以看一下啊 站一块 您站一块 我们给您定格啊 这个将来是要 你说像不像啊 是吗 真的是哪哪都像 一看就是一家人 我觉得今天这先生有点严肃 不太会怎么谈恋爱 也不知道怎么去调动感情 给您创造一个机会啊 咱只是又一个情景模拟啊 咱假设工作一天很辛苦了 回家呢 就想放松放松 吃完饭了 面条吃完了 楼下花园 你看那个女生 她们院的花园多漂亮啊 那你会做面条吗 我 原来是你的嘴唇 面条吃完了 那太好了 面条吃完了 咱得出去溜弯了 得牵着手溜弯 行吗 来 给点音乐啊 两位高串感觉一下 来 绕圈就带圈啊 是吧 合适吗 好 给点音乐 挺好的是吧 合适 真合适 感觉行吗 特别合适 别乐 感觉感觉 是吧 感觉怎么样啊 先生 我感觉特别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Rob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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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出生在湖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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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的选择 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相知更晚 一见如故那一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